好,各位,大家好,我们在继续昨天这个Nobel的关系 从Nobel昨天接近帝式的时候,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是有一些人为的一个做法把它推上来 可是因为昨天隔夜美国的这个大地 结果早上这个Nobel昨天这些庄家所做的努力也白费了 他要倒飞了言行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些客户都有收到这个决讯 我们的trailing chat room,我们也有说Nobel这支股票 如果股票今天能够高过1.25,就是这个位置 可以考虑买入,只顺点在1.19 然后 目标价可以定在1.29 然后如果达到1.29之后,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交易量 可能可以提高到1.39 现在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Nobel,就从这个暴跌之后 这个暴跌之后 4毛钱 百分之26%的暴跌之后 经过了一个 底部的吃探 然后进入这个横盘七一 只要一进入这个青色的,先进入一个横盘的七一 然后其实我目前还是,还是在一个横盘的七一 OK 是在上下载幅的过购 然后呢 随着线间的延续 只要加钱一涨上这个红线 大概会在1.25这个位置发生 然后 然后啊,他将有机会上去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去,他的这个 啊 目标价大概有多高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些都是一些很高的阻力器 这些都是一些很高的阻力器 你可以看到这些是厚厚 很高的阻力器来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价1.29,1.39 也是从这些位置分析出来的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长长周期的阻力 所以在这个长周期的阻力 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说目前 啊 这个压力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1.23到1.26之间 以一个更短的一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目前啊 这个NOVA 早上开在1175这个位置 得到了一个短暂的支持 OK这个db就是黄色的这个support 一个短暂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转移的话 啊 如果加钱能够突破这个db 就是昨天的高点 1.20 在我们今天要买住的在1.25这个位置 可能会实现 如果说他不能够通过这个1.20 然后他跌破这个1.15这个位置 我们有可能可以在这个位置1.13 安逸这个位置做一个左交易 这个位置买的风险是相对的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是违反这个趋势在做反趋势交易 所以这个止损点呢 要限制在非常的窄 通常是两个bps 所以如果是在113买 大概在111就要止损了 好的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分享 谢谢